近日 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条例 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和辽宁省开发区条例 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表决通过 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三部法规的出台表指着 全国首部针对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地方性行政法规 全国首部社会组织管理地方性法规 全国首部将各类开发区原区纳入统一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在我省产生 必将为我省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 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今天的视线我们就来一同关注 想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 先出台的法规有哪些亮点 要着力化解哪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 作为全国第一部 专门针对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地方性行政法规 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条例 可谓是亮点颇多 在持续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 努力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为省内各类市场主体 提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方面 提出了许多细化规定 比如说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要实行清单管理 辽宁省行业主管部门应制定和完善中介服务规范和标准 明确办理实现工作流程申报条件收费标准等 有关部门还应指导督促中介服务机构建立服务承诺 现实办理等制度 此外 我省还将搭建全省统一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建立全省中介服务机构名录库等等 明确了辽宁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领域 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 那么注重解决问题的一个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办事找中介是为了图方便 但往往适得其反 同样作为个人参加社会组织 是为了寻找一份归属感 可有时却因为乱贪派而身心俱疲 使信任与感情很受伤 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规定 社会组织不得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垂直领导 或变相垂直领导关系 若对组织和个人强行贪派 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 涉事社会组织的刑事责任 与其他条例不同的是 辽宁省开发区条例的立法工作 本不在今年的立法计划之中 然而按照省委要求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决定今年制定这步法规 据了解该法规所称的开发区 也是有明确的试用范围的 是指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为实现特定发展目标和方向 具有明确管辖边界和管理范围 享受特殊政策的区域 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 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农产品加工示范集聚区等等 由于管理机构职能界定不清晰 许多开发区管理职能 全能化的趋势明显 这样大大削弱了开发区 精简高效的体制优势 为切实解决开发区机构重叠 规格设置不规范等问题 彻底给开发区卸下包袱 清装上阵 集中精力搞好主业 条例明确 我审各开发区管理机构 作为所在地势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 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 行使经济管理权限 提供投资服务 除带管乡镇街道的开发区外 原则上不承担社会管理职能 这几部法规的密集出台 是基于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和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 急需法治有力支撑和保障的现实需要 紧紧围绕全省的振兴发展大局 开展立法工作 做好立法与改革的协同配合 才能为打造发展环境最优胜 保驾护航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六项重点工作中指出 要优化投资营商环境 加快构建新型正常关系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将优化营商环境 放在振兴东北重点工作的首位 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加大 优化营商环境的立法力度 同时还必须要解放思想 开拓视野 切实增加主动适应振兴发展的立法需要 全力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的政治人感和时代警方感 法律治国之重器 两法善治之前提 对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 及时启动立法程序 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引导 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立法机关有所作为 才能真正实现让改革与法有据 汇集民生